也没有白皮书的发表 而白皮书不过是 比较全面的详尽的概括了 中国关于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和政策 包括了从邓小平关于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的思想 到江泽民主席的发向原则 都包括在里面 没有新的东西 至于说台湾问题不能够无限期的拖下去 那么早在八十年代 邓小平几乎是用同样的语言 阐明过这个问题 台湾问题的解决不能永远的拖下去 拖下去 那不动物行吗 早就讲过了 那么为什么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呢 甚至于一贯对中国友好的美国人士 也对此提出意见 或者是反感 但是我们问他 你看过白皮书没有 我们问了十个人 十个人说没看过 听别人说的 那为什么 反响这么大呢 那就是因为在某一个国家 有一些从来就是反对中国的人士 他们从来就是把中国当作潜在的敌人 要利用台湾这个不成的航空母舰来反对中国 因此他们就是愿意或者主张台湾问题要无限期的拖下去 那今天你说不能够无限期 那不就翻了天了吗 因此种种的威胁也就出来了 就是如果要中国要解决台湾问题 那某某国家就要用武力来干预 最近3月12号 柯林顿总统在霍普金斯大学发表了演说 他讲了这样一段话 这句话 他讲的话的内容就是 必须要实现一个由威胁转成海峡两岸对话的这样一种转变 我觉得柯林顿总统这一句话 应该改两个字才比较确切 怎么改了 as follows so my suggestion is as follows there must be a shift from threat to dialogue across the pacific ocean thank you 我提议的改变就是 必须要实现一个在太平洋两岸之间的 由威胁转变成为对话的这样一种转变 谢谢 我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记者周瑞鹏 我们也非常关心台海的局势 台湾的选举 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记者周瑞鹏 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记者周瑞鹏